大家好,我是媒体制作人王岩,也是金融街集团的地产经济和西区经理。 在地产交易中,贷款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我们请贷款专家杰西卡来和我们讲解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如何还款才能最省钱? 知识可现,照亮财富。 大家好,我是多伦多的贷款专家张杰。 我在中国和加拿大银行从事贷款20余年。 从这期开始,我将分系列和大家分享加拿大的贷款政策和信贷相关知识。 在我从事专业贷款的20余年当中,我发现很多朋友和客户从贷款的第一天开始, 对银行怎么计算贷款的利息,他们从来没有考清楚过,也从来没有探究过。 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与您利益息息相关,但是银行又不想让您知道的小秘密。 在中国,还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等额本息还款法,一种是等额本金还款法。 等额本息还款法,顾名思义,每一期的还款金额是相同的。 一开始本金会非常的少,利息会非常的多,随着贷款期数的增加,利息会逐渐的减少,本金会逐渐的增多,直至贷款结束。 第二种还款方式是等额本金还款法,顾名思义,就是每一期的本金是相同的,但是第一期的贷款会非常的高, 随着贷款的增加,每一期的还款金额会逐渐的减少,直至贷款结束。 在加拿大只有一种贷款方式,就是等额本息还款法,顾名思义就是你每一期的贷款还款金额都是一样的, 从你贷款的第一期到贷款结束,每一期还的都是一个金额。 在这种还款方式下,客户有六种选项,分别是按月还款,按每半月还款,按每两周还款,按每周还款, 以及加速按每两周还款,按每周还款。 下面我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六种还款方式下面, 对你的贷款还款的利息和贷款期限的不同影响。 比如说一个贷款50万元前的房贷,贷款利息现在是五年固定, 约是2.79到3之间,我们以三为贷款的利息,25年的贷款期限。 大家可以看到六种不同的还款方式,其中按月还款,按每两周还款, 按每半月还款,按每周还款,都是25年还清你的贷款。 但是加速每周还款和每两周还款,只需要22年零两个月就可以还清您的贷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是不同的,就是加速还款法和不加速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就提前三年还清您的贷款。 为了让大家更明显的比较六种不同的还款方式对贷款的利息和贷款年限的对比, 我做了一个简易的Excel表,大家可以从这张表上看清楚, 每月还款,每半月还款,每周还款和每两周还款,贷款的期限都是一样的, 贷款利息只有600块钱的差异。 但是加速还款法和不加速的还款法,贷款的利息减少了26000, 贷款的期限减少了两年零九个月,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看到这儿,是不是大家都有点小兴奋,觉得这种还款方式可以大量的减少你的还款利息, 缩短你的还款本金。 那么大家又会问我,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更短的还款, 以及更少的付贷款的利息?答案肯定是有的。 这种方式就是你每个月在还款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点点,也许是10元,也许是20元,也许是30元, 按照你的财务状况,你可以每一期多还10元,20元,30元,这个数字不需要很大, 只需要稍微的一个增加,一个轻微的增加,就是你的结果有完全的不一样。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每周多还10元,20元,30元, 对你的还款期限和还款利息有什么影响? 当我们输进10元的情况下,每周多还10块钱,10元钱, 您的贷款期限神奇的从22年锐减到18年您7个月,而且贷款利息又节省了23,000元钱, 当您每周多还20元的时候,您的贷款期限锐减为16年您6个月,贷款的利息节省了38,199元, 当您每周多还30元钱的时候,您的贷款期限神奇的变为15年零一个月, 也就是说一笔25年的贷款,您只需要花15年就能够还清, 而且利息还节省了48,000,加原来的26,000,总共是72,000元钱。 大家可以从这张Excel表上可以看清楚加速还款方式的对比, 也就是我每周在加速每周还款的基础上, 每个星期再多还10元,20元,30元, 对您的贷款利息和还款期限的影响。 当您每个月多还30元的时候,您的贷款期限只有15年零一个月, 贷款利息节省了74,000元钱。 那么大家又会说,如果我每个星期没有这么多的钱还, 我到年末接受的时候,我拿到一些bonus或者commission, 或者是有一个part-time的job工作来, 我可不可以按年一次性还款呢? 因为每个银行都有不同的一次性还款的条例, 分别是从15%到20%, 就是你原始贷款金额的15%到20%。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年末我还1560元钱, 相当于我每个星期还30元钱, 这样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如果年末一次性提前还款1560元钱, 我的贷款利息只是减少了38,000元钱, 还款的期限是20年08个月, 所以比起我每周提前还款30元钱, 用的金额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对我的利息的节省是完全不同的。 中间的差异是30,000元钱, 以及5年的贷款期限的差异。 这个不同就来源于你只是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另外一个年末还款没有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 按每周来加速还款, 每周在加速还款的基础上, 多还10元,20元,30元,或者50元, 就能让你的贷款利息大幅的减少, 贷款期限大幅的缩短。 听到这儿,是不是大家都很兴奋? 只是您的一个还款方式的细微改变, 就能让你的mortgage最后还款有完全的不一样, 贷款期限不但从25年节省到15年, 而且节省了贷款利息74,000元这么多。 如果觉得这个video有用的话, 现在就可以到银行去更改你的还款方式, 记得到银行之前,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哦。 屏幕右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 欢迎大家咨询任何贷款难题, 您的信任就是我们的承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